202对称造型实体 那这一题呢 一样我们用混层来做 从下面这边 所以这里呢 点选 形状下的混层 好第1个我们从 截面这边定义 选择top面 按炒灰 好那第1个呢 这是 这1个呢是正方形 正方形 那个长度是30 所以这边 我们用矩形的 中心矩形 好画一个正方形 好长度是30 好打勾 好然后呢第2个这边的距离 是100 好所以这边 打100 好炒灰 好然后这里呢 他的 距离 是50 50 50 所以这边一样 中心矩形 点在这里 好 好这边画 50 打勾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好 这边的距离 是5 然后这边 D2是60 所以这边呢 先插入一个截面 然后距离是5 好炒灰 好然后利用中心矩形 会这个正方形 好 那这边是60 确定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来 这边是30 长度是50 好 这边 30 再插入一个 这边30 炒灰 好 巨星 好 那这边是50 好确定 那 这边 基本上 混成就 完成了 好 好那完成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 Ctrl D 好你会发现 他是平滑的 所以在选项这边要改成 直的 打勾 好 Ctrl D 回来 好 那 基本上 这个形状就 化完了 化完之后呢 来 我们要如何做出 这一个 形状 好 好那这里呢 这个 厚度是3 好这距离是3 所以这里呢 我们先 建立一个平面 好 点这一个面 好点这一个面 然后呢 距离是 3 距离 这边 距离我们往这里移 这里输入3 好 OK 然后按确定 好 Ctrl D 回来 然后呢 我们这边点选草惠 好 来 抱歉 这边回来 这边回来 好 先取消选取 来点选草惠 选择 from面 好按草惠 好 先把平面显示关掉 然后用参照 好这一边 这一边 跟 这一个边 好 OK 好这边参照一下好 然后我们用中心线 我们用中心线 好 来然后这里呢 画一条线 好 好 画一条线呢 那 这一条线呢 要平行这里 所以我们这边设平行 好 平行 这一个平行 这一个 然后呢 这边的距离是 3 好 然后呢 选择这一条线 做 镜像 用 中心线做镜像 然后呢 再用 两条直线 去把它 连起来 好 确定 好然后按 Ctrl D 好 那之后 做隐身 好隐身的时候呢 这边 选向这里哈 这一个 这一个面选择贯穿哈 好 然后这一个呢 选择指定 自所选的面 哪一个面呢 把平面显示打开哈 选择这一个 啊 OK 好按Dago 好 那完了之后呢 基本上就完成好 然后 坐标系坐在这里 这S这边是Y 好所以 点选坐标系 点这一个点 好选定向哈 这一个 选一下 这个S 这个Y 那Y要反向 确定哈 好那题目 第一个表面积 分析 啊 质量属性 坐标系 选这一个 好 表面积 是这一个 好然后第二题呢 Z轴 是这一个 然后呢 接下来改变尺寸哈 好 那尺寸的改变呢 第一个 D1改25 D1 D1是这一个哈 所以一开始 好 混成 右键的 编辑定义哈 好 好 截面1 好 D1改成 25 好 打勾 好那 H1呢 这边 H1要改成 105 所以这边呢 截命2 这边改成 105 好 然后D2 D2呢 是第3个截面 要改65 好 第3个截面 原本60 要改成 65 好 然后呢 D3 好 D3改成4 然后呢 H2改成 35 H2是这里哈 所以 最后一个截面 改35 好 D5 好 Ctrl D 好然后呢 这边 好 这边呢 右键编辑定义哈 这边原本3要改成 4 确定 好 然后呢 草惠右键 编辑定义哈 这边 原本是3 要改成4 好 确定 Ctrl D 好 那 这边做完之后呢 题目问你 体积为何哈 好 做标系是这一个 体积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来 嗯 Z轴 Z轴 Z轴是这一个 好 然后 AB两点 AB两点哈 来 A是这一点 B是这一点哈 所以选择测量 好 先点 A这一点 按住 Ctrl键 再点 B这一点 好所以答案是这一个 好 那以上这边呢 是 202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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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